蔡玉在大比乡算是接触到的蔡玉 不过因为它的生存环境常常受到迫害 所以素量当在的快速減少当中 也比重来最第二级的保育率压生动物 大比乡仁和国家这些学家就特别安排研究蔡玉的课程 和学生的党清楚去观察来正常研究 和其望这次让小朋友亲近了解这种蔡玉 并且登起到家来的人分享 这一部乐视生态保育政策 行动在水产里面的财狱 因为素量大大减少 为处大比联合国社就安排组联生态客厅 透过一个表演和清新去调查 让学生孩子能够成立临时这种教育 有人找到类似财狱的蛋 也有人找到类似财狱生活过的巢穴 我的心情很愉快 因为我们有找到线索 有很多人都把财狱的蛋捡回去吃 回到我的身份 我觉得保护财狱是很重要的 因为财狱已经快要灭绝了 如果不保护它 有可能以后在台湾也看不到了 为了解下现代的思求 小朋友发挥創意世界高充的贴图 好好也会给贴图探人机馆 让保佑团体和社会团体 向他们整齐的东西也会做工业 我们就是看到那个财狱从那个礼物盒里面出来 就是祝他生日快乐 这个也会让他感觉比较惊喜 开心和那个谢谢 好然后我们把它改编 改编成3Q 因为我们不一定要用原本的字 我们可以把它去改成比较特殊的 这样那个别人看了 才会觉得说很创新很特别 我们选择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常用的一些字 然后这样我们在用辣椅的时候 这样才比较就是比较简单 然后也不用太复杂 经过种种的课程 小朋友也希望未来透过轮回进行搜导 邀请大家做回来享用心目保有的进行 由这一段时间认识财狱过后 他们自己心里长出了那个 我认为保护财狱是重要的那一个心 那希望他这个想法是可以分享给其他人知道 也可以有用他们的力量来影响 让更多的人也想要 也会开始有这个想要保护财狱 这个鸟类的心 顶路为第2期保有的财狱 也代表到当地很重要的资源心态 联合国事的透过团的作法 就是要表达自己的故乡 自己来收财 记者赤上林 彩虹博德